父亲节,Father's Day,顾名思义是感恩父亲的节日 约始于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 现在已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 节日期因地狱而存在着差异 最广泛的日期是在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 世界上有52个国家和地区是在这一天来过父亲节的 节日里大家有各种的庆祝方式 大部分都是赠送礼物、家族聚餐或者是相关的活动等等 那么世界上第一个父亲节是在1910年诞生在美国的 是由住在美国华盛顿州波斯坎的布鲁斯多德夫人倡导的 在父亲节这一天,人们选择特定的鲜花来表达对父亲的敬意和思念 向父亲表示敬意 那么今天我们和海里主播金月天Diamond一起来感受 他的快乐父亲节 现在让我们一起有请Diamond 月天 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月天 每年的6月份 第三个星期日就到父亲节了 在我小的时候啊 我两岁的时候会给我爸爸唱歌给他按摩 当我三岁的时候我开始学画画了我就给爸爸画些画些画来让他看 让爸爸一高兴的时候他就会让我看动画片来给我买玩具 现在我会为他做客卡给他做恶高小人的动画 我哥哥会为他做早饭 这一天我们都会听爸爸的话 我们会出去玩一整天回来吃蛋糕大吃一顿 然后呢我们会看电影和爸爸打游戏 爸爸今天可以做很多的木工活我们也不会管他 我爸爸会做饭 我爸爸会做饭 他每天都是他给我们做很好吃的饭 他还陪着我打篮球 读书 骑自行车 还陪我打羽毛球 我爸爸的爱好就是做木工活 等我长大的时候 我会给他买一大片地 这样子他总可以做木工活了 然后他也不想担心没地方 我爱我的爸爸 他也非常爱我 等我长大了以后 我会生五个孩子 也像他一样当个好爸爸 我生长大了以后 他也已经很难受的 好了 谢谢观看